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古屋连当时超级女生 领入的是欧美的选秀的模式 然后中国才真正开始 算做自己的偶像 所以发展还是比较迟的 其实大家都已经意识到 就是也希望国内能够多出一些 国内的偶像组合 比如说今年吧 今年做蓝团的也有十多家 旅团的话就已经有四五家 已经同日在做了 我叫黄瑞 目前在上海做 跨次元养成系偶像 这个项目 日本加利斯的 Continue的组合 后边伴舞的 当然都是一群小孩 是从小培养 然后给前辈伴舞 然后从里边又会有几个 比较出挑的再做一个组合 然后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为什么中国就没有这种公司 中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话 那肯定市场前提也非常的广阔 就起了一个策划 在中国做这样一种公司的一个策划 我们说要六月份发的那首毕业季的歌 大家来听一下 现在中文词有了 慢歌 好 好 好 然后你们感觉MV该怎么拍 因为我现在要策划MV的内容 我大概想的话是这样 如果你一味地照搬日韩的那一套的话 也做不了主于自己的偶像组合 所以必须得有一些自己的创新 我们的艺人不单只是 也真人形象在那个舞台上边见面 他们也会以二次元的形象 以动漫的形象和粉丝见面 这就是我们的夸次元的偶像 就是希望粉丝能够提到这个人 想到的是他的一个是动漫的形象 一个是真人的形象 都到这里了 所有杂料都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 �cape diversion 这是那个 那就是他的 黄马 异地的练习生的话 我们会有统一的住宿和学校的安排 宿管阿姨也会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 还有做饭 平时他们需要什么照顾的话 就是助理在做这些事 他们确实很累啊 最基本就是声乐和舞蹈 接着就是表演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课程是 我们叫美学和艺人礼仪 也不可能因为这点痛 你就给舞蹈老师说别拉了 包括舞蹈老师给他们绑那个沙袋 就是跳舞 也是为了增加他们那个力量 就是以后跳舞能有力 有些绑十公斤的沙袋 那跳都跳不起来 因为是做养成戏 那就是注定艺人他的年龄 是必须从小开始培养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变化 不管是变帅也好 变丑也好 但这就是养成戏的一个魅力 有些人说过的梦都会被实现 但是我是存在那也会记得我们的思念 就算我们离开 不要赶快等着我回来 存在的气球 存在的烟火 都是我最想给你的计约 我比较喜欢乐器 我比较喜欢乐器 你不用看糖尔炯吗 蛤 不用 他那是同乐器 我跟迟七个大哥 上海明珠它 OH MY GOD 要登马明珠啊 哦 在北京廟朝 拍一场十万人的饮场会 这个人像很棒 我们一起共同玩 只要更多 大家一直有愿意